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长城的欧拉猫 它的长度是4.2米 宽有1.2米 高有1.5米 轴距是2.65米 比较一下大小的话 它和丰田的Yaris相比会更大一点 然后比corolla会小一点 和大众的高尔夫是差不多大的 但是它会比高尔夫更高一点 这样其实视野会特别的好 会更好一些 这个前脸给大家的印象 是不是一下就是这两个 大大的又大又圆的 复古的LED日间行车灯 它其实你仔细看 它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圆 它是一个有点俏皮的 有点可爱的这种椭圆 我觉得特别像咱们那个猫咪 就是高兴的时候的眼睛 这块前引擎盖的标志 虽然它不是特别的突出 但是它是很有特点的 你看你远看的时候 它其实是特别像咱们那个 喵心人它那个宝石般的那种眼睛 但是你近看的话 它实际是一个感叹号 这个标志它在四个轮廓方向盘 还有车身内部的话 到处都有 随处可见 真的会让你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看到它就很开心 有没有烦恼痛痛抛掉的感觉 这个前脸呢 还有一个小细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雷达 做的特别像猫咪的小胡须一样 你看这些菱形的设计 非常的灵巧灵动 对不对 我觉得吧 特别的可爱 这个小设计让我觉得 这个整个车的这个设计师呢 肯定是一个喜欢猫撸猫的 因为它对这些小细节 都是把握的特别的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侧面 首先这个轮胎呢 是电动车专用的轮胎 18寸的 5V的这么一个装饰 这块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标志了 挺可爱的吧 上面呢 在车的左前方 这个侧面呢 就是充电口吧 有AC和DC两个接口 这个反光镜啊 挺大的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实用 上面呢 你看这个流线型的这个设计 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窗户 这样收小过来 整体这个造型就有那种溜背型的设计感 特别的好 这个后背呢 整个造型 我觉得也是很有猫猫质感的 你看啊 它这个由上到下 由窄到宽的这么一个设计 是不是很像我们那个猫猫 那个屁股屁屁蹲下来 坐下来的那个蹲实感 特别的可爱 上面这里呢 是一条细长的那个刹车灯的灯带 和下面这个都是搭配的细长的灯带 那大家这个时候会不会想要问 转向灯在哪里呢 其实还在这里 它是融合在一块了 我现在就已经坐进来了 这个座位呢 是有六项自动调节的 然后座椅呢 也是非常的柔软舒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皮质 它后面呢 这有两块不一样的皮质 上面呢 这个皮革质的菱形呢 然后还有这些蓝色的缝线 都特别的精致 往下呢 这块是那种磨砂皮的质感 也都是充满了这个蓝色的缝线 整个座椅呢 看上去非常的有设计感 坐上来的呢 软硬程度 我觉得都是非常适中的 包裹性很好 对腰部的支撑 还有这个大腿的这边的支撑 都是非常好的 很足够 咱们看内饰啊 首先是印入眼帘的呢 就是这一长六带状的中控屏 这是两块10.25英寸的 往下呢 这里是一个非常复古的设计 这个出风口 然后还有这个杜洛的这个物理的按键 这两个呢 是前后玻璃的那个储物的风扇 这块呢 是空调和风扇的开关 整个这两块的设计都是挺复古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方向盘 这个皮质的手感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左侧这一块呢 是多媒体的一些控制按钮 这边呢是小屏幕的菜单 小屏幕呢在这一块给你看一下啊 可以上下选择 这里是 控制的就是这一块了 咱们接着往下看呢 在这一块呢 中控台下面呢 是一个置物架 还有两个水杯架 还有两个USB接口 但是都是Type-A的 没有Type-C的接口在前面 上面呢这个是档位的调节 来了呢有一个Parking和一个Auto Hold 两个按键 再往上呢有手机的这个无线充电口 和一个小的置物格 扶手箱这一块呢也是皮质的 还有这个蓝色的缝线在上面 挺精致的吧 整个门里面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块了 这个软的皮质的 然后加上这个蓝色的缝线 显得特别的精致好看 胳膊手碰到的地方呢都是软的 这里也是软的 软质的挺舒服的 然后这边的拉丝的线条 是不是挺精致的 咱们往上看这一块 有一个DMS的那个监测系统 防疲劳驾驶的 整个中控的这个操作台呢 采用的是个环抱式的设计 上面呢这里是灯 拧镜盒 小镜子也是有的啊 必备 手套箱的深度 还是挺够的 在我们的右下方呢 这里还有一排物理按键 是些什么快捷键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切换驾驶模式的 这个呢是除了在中控屏幕上 可以用屏幕调节以外 这里的物理按键也是非常实用 我们来听一下 它还有很好玩的音效 现在呢是正常的驾驶模式 这个呢是运动 就省电 好 现在是自动 好 切换回标准了 这个是调节灯的 这个是开启后备箱 这个是断电功能 但注意哦 这个不是启动 这是断电 咱们一起坐到后排来看一看 后排这整个空间呢 还是非常超出我的预期的 挺有惊喜感的 外面看着毕竟小型车嘛 结果进来了以后 觉得这里面的空间 其实跟高尔夫的内部空间是差不多的 大腿的支撑到这儿 以我这个身高来说是绰绰有余了 离前面这个座位 还有这么远的距离 高一点腿长一点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在后面这块呢 还有一个USB的Type-A的接口 咱们今天拿到的呢 这个是长序的 它的这个版本的后尾门呢 还是手动的 但是我们刚才介绍了 还有再往后面的两款 那个Altro和GT的话 就是电动尾门了 里面的空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先放了几个大劲儿 你看这么大一个包 然后这边还能再摆一下挺多东西的 深度也很够 所以里面还放一个大行李箱什么的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深度呢 是没有非常深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车 它并不是非常的长 现在我们把东西都拿走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是后面的这个灯 是在这儿的 底下拉起来 我们看看 有充电线 有这个应急的三脚架 还有补台液 另外我们看到这里的拉杆 这个车呢是支持后排座位 四六放倒的 这个是我们放倒后的样子 这个车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方向盘 是有三个档位调节的 一个是轻巧 一个是标准 还有一个是运动 我现在呢调的就是轻巧的 特别适合您手 这个车的悬挂呢 采用的是前麦克福森 后扭力量的设计 平方性的情况下呢 又更大的节省成分 这个车的驾驶模式呢 也是可以调节的 我们目前呢采用的是单踏板模式 咱们这车呢 有三种驾驶模式 节能 标准 和运动 哇 这两个又大又圆的反光镜 还是特别实用的 我觉得挺有安全感的 视野范围非常的大 我们试一下切换驾驶模式好了 好 运动模式 油门的反馈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无论是这个物理按键 还是在屏幕上调节 这个模式 都不是那么的 不然我在 比如说如果我在高速行驶的话 会觉得稍微没有那么方便 换下一个 ECO模式 换成ECO之后呢 这个驾驶的感觉还是 就是更加轻松 自在一点吧 我觉得当你平时没什么着急的事情 慢慢开的话 这个模式还是挺舒服的 当然了 还有你想要增加续航嘛 这个模式还是非常好的 从我这驾驶的感觉来 体验感来说呢 咱们这个不是开了电子助力吗 就是开了Lite模式的方向盘 但是我觉得 这个感觉吧 反馈上 和Sports的差别 并不是非常大 没有很明显的差异 没有我想象中的 会那么的轻巧 灵巧 咱们这个车呢 是有道路保持功能的 你看它检测出来了 旁边的两条线了 然后当那两条 旁边两条 那个道路线变成绿色的时候呢 它就会 那个方向盘呢 就会来帮你做一些辅助的 帮你保持在路的中间 那它那个帮你 这个辅助的时候呢 它这个力度其实是不大不小的 所以还是很让人放心的 好 你看现在就变绿了 相当于启动了这么个功能 我能感觉到方向盘有在 微微的帮我调 我现在手非常地锁 咱们在停车场 这块可以看一下 夜间的这个屏幕效果 我觉得稍微有点遗憾的 就是你看它没有 那个夜间氛围灯在里面 我觉得吧 对于女生来说 你看我们这么在意外表的 外面做的是挺好看 这么好看 可是里面这个 少了那么一点氛围灯 少了那么一点点 小心思之后吧 还是有一点点汗的吧 女生会更喜欢里面 漂漂亮亮的小彩灯 这款车呢 标配的是 360度环绕摄像头 对于倒车 转弯 盲点查看等各种场景 都可以让你得心应手 从容不迫 好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水杯架 这个呢是一个运动水壶 所以底下比较粗 比较宽一点 我们放一下试试 稍微这个塞不进去 那咱们再试一下门旁边的这个植物架 可以把我这个大水壶放进去吗 试试这边 也不行 我觉得我的水壶至少可以放在这里吧 当当 放这里也是可以的 我来看一看这个车的车机的这个触摸屏 这个呢依然采用的是安卓的操作系统 屏幕的这个触碰反应呢 其实一般啊 但是界面的这个设计 秉成了长城的设计 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学习成本不会很高 这台试驾车呢 我们总共体验了4天左右的时间 驾驶时长呢 总共为7小时21分钟 行驶了121.9公里 平均能耗在百公里14.4度点 说明呢 这台欧拉猫的电池和电机电控呢 都是中规中矩 正常的城市驾驶 还是很省电也省心的 作为一款走时尚可爱的这么一个车呢 这个空间大小呀 非常适合年轻家庭或者是个人 主要呢 是自己驾驶 同时呢 在有需要的时候呢 又可以时不时的载上家人呢 或者好友一起远行 那么呢 这个在澳大利亚新州的起售价 是42,000澳元开走 这个价位呀 在这个小型车里面 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相信呢 会得到更多本地人的认可和喜爱 好了 最后呢 再带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这个小猫夜间行车灯的样子 你看这个硕大的眼睛 动感时尚的后尾灯 真的是人间人爱呀 好了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